哈囉我是陳寧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寧官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炒瞄 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昨天習近平開嗆 這一個拜登他說 制裁是損人害己的 而今天事實上 普希兩人拉攏金磚五國 金磚五國人口高達32億人 那總GDP高達23兆美元 這個GDP差不多就是 一個美國一年的GDP 而這一回合拉攏金磚五國 抗美的同時 使得國際之間 這個告別全球化的格局 更加的鮮明 而今天在美國內部的智庫 皮歐有最新的民調 在這一份民調當中 不信任普丁的這一個人數 高達90% 然後不信任習近平的 這個不信任度 也來到77% 好 普希兩人 現在跟歐美 這一個爭鋒相對的同時 接連六天解放軍的飛機 高達71架次來老台 特別是昨天再來22架次 同時南部是戰機老台 北部是軍艦靠近宜蘭外海 這一回合南北包超 環繞著台灣的文攻武嚇的壓力 加大失了 而同一時間 在美國內部的國防授權法事實上 也有可能2023台美進行軍事的合作 而在美國內部 事實上一中一台的聲浪 不斷的拉大的同時 加拿大保守黨的黨魁 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競選的政見 這個政見直接公開說 加拿大要放棄一個中國 而且直接承認台灣主權 跟台灣建交 好 加拿大的風向 也跟著全世界的風向 跟著美國的風向 而轉變的同時 全球另外一個核心的戰場 在經濟的戰場 特別能源跟通膨 能然是主議題 這一回合 俄羅斯幾乎準備要斷了德國的氣 那一旦斷氣 背後可能使得這一場歐洲戰爭 再度惡化跟擴大 而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 胖是王志聖 大家好 再來是新北市議員戴偉山 大家好 再來是陳敏鳳 大家好 再來是謝承諺 大家好 再來是吳明傑 大家好 再來是黃世聰 大家好 好 我剛剛講 烏克蘭的軍事熱戰已經進入超過四個月 那俄羅斯事實上是真的很有可能對德國全面斷氣 那一旦如此 德國的經濟勢必重創 可是同一時間 普希也在拉攏金磚五國 金磚五國事實上總人口高達32億人口 這幾乎佔了地球上 四成多逼近五成的人口 同時金磚五國一整年的GDP 也高達23兆美金 而且金磚五國都是原物料大國 原物料大國如果集體向歐美 加大力道施壓通膨 那當然會對全球的經濟大戰帶來新一輪的壓力 好 是從我們剛剛看到普希同框的同時 昨天這個習近平嗆拜登 而且這一回普希的大陸體系合作拉攏的是金磚五國 而對美國跟歐洲再度拉大力道施壓的是通膨的壓力 對 我們知道說事實上美國到處拉幫結派對抗俄羅斯跟中國 那事實上中國人的俄羅斯他們也使出相同的方法 這一次這個普丁跟習近平 他們分別在金磚五國的高峰會議裡面來說的話 當然也是同聲其實都在譴責西方 好了 那為什麼金磚五國會結成一個聯盟呢 因為我們知道這五個國家包括說像中國 然後俄羅斯 南非 印度還有巴西 這五個國家呢 人口數約莫是佔這個32.2億左右 是全世界大概四成人口 另外一個包括說他們的GDP是23.5兆 事實上跟美國約莫相當 大概佔百分之25 那比較值得留意的就是說 因為這些呢 大部分除了這個中國跟印度之外 南非 巴西 還有俄羅斯都是所謂原物料大國 所以在最近通膨之下是不是有這個 他們的這個實力當然是增強了更多 另外一方面來說 其實有一個非常指標性的 就是今年聯合國在譴責俄羅斯的議案裡面來說的話 中國 印度 南非 有的金磚五國裡面來說的話 有三個國家他們並沒有同意這件事 就棄權這件事 就是這三個國家在聯合國的表決戰場上 沒有站在美國這一邊 對 是站在俄羅斯這一邊 另外包括說像巴西 巴西其實也非常值得留意 因為巴西在今年10月要舉行大選 如果大選結束之後 現在左派的這個魯拉可能獲勝 搞不好到時候也會倒到這邊來 所以對這個俄羅斯跟普丁來說 對普丁跟習近平來說 金磚五國似乎是可以一個抗美的一個大聯盟 好 那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其實我們在這個習近平跟這個普丁 他們在西方世界的民意支持度真的非常低 這是一個皮尤中心的 他針對18個國家 這18個國家大部分都是西方世界的國家 他講到說到底我們這個民調怎麼樣 就沒想到最受歡迎的是馬克宏 馬克宏62%的喜歡 拜登有60% 然後蕭茲有在59% 但是其中我們可以看到最下面的 習近平綠色的部分只有18% 另外包括說像普丁 他綠色的部分的話更是只有個位數 所以就是說現在其實是西方世界 討厭普丁跟習近平 但是他們這個金磚國家裡面來說 反而是討厭美國 所以好像有一個兩極化的這個狀況 那事實上這一次的會議裡面來說 你看包括說習近平 習近平在剛才的這個 我們看到談話裡面 他批評西方所謂的擴張軍事聯盟 然後包括說像拜登 普丁都說 他們已經目前為止 未來準備要把他的石油跟所謂的經濟 會轉向這個所謂西方世界 金磚國家 我們看過去 包括俄羅斯的天然氣 或者說大部分的東西 全部都是賣給歐洲市場 但是現在他就想 我轉到金磚這些國家 譬如金磚這些國家 包括說最近一段時間 你看到俄羅斯的石油裡面來說的話 中國跟印度買了非常非常多的一個狀況 那同時普丁在這一場會議裡面 他也譴責西方這個實施這個制裁 是屬於這個所謂政治的東西 他說這個跟常識 這個常識跟基本邏輯是互相違背的 他說其實他們認為說 這個其實是違反整個西方的這個價值觀 另外包括說像 大家講到說 全世界在制裁俄羅斯的這個貨幣 他說他們現在嘗試的用一個新的支付體系 他還提到說未來不排除跟這個金磚國家 發展一個所謂的 以金磚國家貨幣為基礎的一個 一籃子的一個準備貨幣 當然這個 這個到底是怎麼發展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他們其實都想辦法在跟美國在切割 那當然除了這個這樣 這個這個所謂的習近平也是一樣 當然他一直在強調說 所謂的這個要怎麼 要開放啦 攜手的挑戰 但事實上他也在批評美國的這個狀況 他甚至還說到說 這個美國就反 他沒有點名 但是他說反對單邊制裁濫用這個制裁 然後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家庭 超越霸權主義的小圈子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其實 他就是在講美國的這個意思嘛 好那我們講到說其實 國際媒體也注意到這一點 國際媒體就說 他們這個會議裡面來說 其實有非常多都是在反美的這個訊息 甚至連中國大陸的官媒都說 這個金鑽五國的會議 具有所謂的非西方風格 形式和原則的多邊合作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集團是在 這個拉攏 這個美國在拉攏西方 反抗全球化制機制 金鑽五個國家要團結起來的一個狀況 但是你說這五個國家 到底能不能團結起來 我覺得主要要看一個國家就是印度 因為在這五個國家裡面來說的話 我剛才提到 事實上南非跟巴西 巴西可能年底選舉之後 他可能就會倒下 這個所謂的習近平這一邊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印度 因為印度跟這個中國呢 包括說他們有所謂領土的爭議 包括說美國已經先拉攏了 這個印度加入所謂的美日印澳 這四個方 這四方的會談裡面 所以他到底會不會跟這個金鑽五國 一起來對抗 所以你就知道說其實印度 現在不論是整個歐美的陣營裡面 或是金鑽四個國家在拉攏印度之際 他的這個戰略地位其實是相當相當的重要 好那我們講到金鑽五國的國家之後 事實上最近有一個歐洲國家非常緊張 他們的經濟 這個俄羅斯在23號宣布說對這個 在前幾天的時候宣布對德國進行減氣的供應 那當然俄羅斯的說法是說 我北西一號要進行所謂例行性的這個修整 但是呢其實這個德國非常緊張 所以我們看到德國的經濟部長 這個哈貝克他就說 德國天然氣已經進入所謂的緊張的狀態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恐怕會打擊德國的經濟 然後灑下不安的這個種子 他說這有可能會讓整個原物料的價格往上竄 然後因此來分裂德國的社會 所以德國是相當反對這件事情的 那其實不只是德國 他之前已經切斷了波蘭 保加利亞 芬蘭 荷蘭 還有丹麥等等國家的一些天然氣的供應 所以這個天然氣的供應變得非常重要 另外一個比較新的發展就是 我們知道其實這個俄羅斯在波蘭地亞 那邊有一個海外的飛地 就是加里林格勒 就是他不是跟俄羅斯的本土連在一起的 那目前為止立陶宛已經把它封鎖 不讓他跟這個俄羅斯本土互相的連接 那俄羅斯當然也是跟你嗆嗆 就是說你敢這樣的話 我們可能要進行一些軍事的行動 所以你看事實上現在反而比較緊張的 可能出現在立陶宛這個時刻 那除了立陶宛之外呢 昨天的時候呢 這個除了烏克蘭之外 還有摩爾多瓦 還有喬治亞共和國 成為歐盟的候選國 那當然了 烏克蘭認為說這是他們外交的大勝利 不過加入歐盟恐怕還要十年以上的時間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在整個目前的這個大架構裡面 歐美集團跟所謂的中俄集團 然後跟金磚其他國家的這個對抗 似乎是有一種隱隱成形的味道 好那明杰剛講到事實上中俄結盟對抗 這個歐美兩個陣營的集團的 這個對立拉高的同時 烏東事實上也進入了更深的激戰 對烏東跟這一個黑海蛇島這幾天都有激戰 那我先談一下蛇島的部分 因為這個西方陣營為了協助烏克蘭 等於說這個破除俄羅斯黑海艦隊在 這一個黑海相關的運輸 特別是糧食出口這些海運線上面的封鎖 那最近烏軍進行對這個蛇島的反攻 那現在烏克蘭軍方也宣稱說 這一個已經把這一個島上 先前部署的這個鎧甲S-1炮彈 合一的防空發射車給擊毀 那我們其實看到烏軍後續 陸續的一些動作不只是空襲 或者海上先前用魚叉 把一艘這一個瓦西里貝赫號救援艦給擊毀 那這個目的都是讓這一個俄軍 在這一個蛇島上面手也守不住 雖然容易拿下這種小島義工難守 那讓他有盲刺在背 等於說在黑海要全面進行封鎖 變得非常的困難 那美國今天最新的情報也顯示說 那俄國軍艦近期也被這個壽命說 要持續在黑海西北面 進行這一個水雷這些佈置 那來阻止烏克蘭的糧食出口 特別是在這個有一個地方 叫這個奧恰科夫這個附近 那都要進行所謂的布雷 那不過俄國反而反指說 這個是烏克蘭自己也有這個布雷 那不過當然布雷不是到處隨便布 一定是重要的航道上面 那敵我雙方都會進行布雷 不過己方是都會知道說 自己的水雷部署在哪裡 所以要清除其實某個程度 還是要靠自己這邊 那如果真的是要外力來進行 水中的這些布雷的排除 其實非常的困難 所以這英國的首相強森 那今天有特別談到說 英國願意派軍艦到黑海去協助 烏克蘭來排雷 不過這一個部分當然他也談到說 在黑海這些布雷的動作 恐怕是1980年代 兩一戰爭在波斯灣 布雷的最大規模之後的排雷行動 那這個過程可能要耗時幾個月的時間 不過會全力來協助 以利這個烏克蘭未來能夠 到目前累計2000萬噸的這些糧食 能夠透過海運來出口 那當然烏東的部分剛剛談到 烏東這幾天確實在激戰 那俄軍在利西昌斯克這附近 確實是有向前推進 那還同時拿下北盾內赤克河的西側 那這個部分當然因為烏軍 近期因為火力跟兵力上面比較吃虧 所以俄軍窮轟猛炸的情況之下 還在戰場上也看到說 俄軍也動用了最新的龍捲風S 本來沒有那麼快要服役 那現在提前拿來戰場上使用 那為什麼會發現主要是說 這個烏克蘭方面 從這個戰場上發現一型的這樣的一個火箭彈 是屬於9M544 那這一型的火箭彈基本上來講 就是這個龍捲風S 採用300毫米這麼大口徑的這種火箭彈 射程可以到120公里 更重要的是它有別於過去的BM21 BM27、BM30 這些傳統的這個所謂的多光火箭 它是屬於可以精確制導 也就是說它不是屬於這種盲射或大規模毀滅 它只是它可以跟這個導彈一樣 精確打擊到目標 那這個同樣也是等於說美軍援助海馬式 的多光火箭 特別是用這M31A1 這一型的射程80公里的火箭彈 也是可以精確制導 所以雙方你來我往 在烏冬這個地方 確實還在攻防之中 不過今天美國又最新宣布一批 這個軍援 高達4.5億美元 那美方又同意說增加四套的 這個海馬式多光火箭 也就累積先前四套 現在四套 總共八套 同時還有非常特別的是 有18艘海岸巡邏艇 這些海岸巡邏艇 非常就可能部署在黑矮 協助烏克蘭在暗防上面 能夠這一個反擊 這個二軍想要對這一個 奧德薩地區的封鎖 那烏克蘭國防部長 列治理可夫說 先前美軍提供的 海馬式多光火箭 這些四套已經這一個到手 同時包含像德國提供的七門 藥物榴彈炮型的自走炮 PZH2000型 也已經部署到前線 同時現在已經拿到 這個法國的凱撒自走炮車 還有包含像這個 波蘭的謝士自走炮 加上美軍的MYYY跟M142 當然手頭上的重型武器 會越來越多 那還有包含像這個 在無人機的 這一個戰力上面 這最近有這個 烏克蘭的空軍的飛官 秘密透露說 其實這個無人機 最近都有比較少 因為特別在烏東這個地區 因為整個戰場的情勢 跟先前 二軍入侵 基輔的這個戰線不太一樣 所以最近其實基本上來講 因為無人機掛載 火力相對來講比較弱 所以他們認為還是需要拿到 主力戰機 由他們的飛官來駕駛 用比較高速 而且攜帶更大的一個 火力的方式來襲擊 烏東的二軍的部署 所以我們看這個整個下來 等於說西方的武器 一步一步慢慢到位之後 基本上 烏東的這個情勢 其實可能都還有新的轉變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 我們現場我們今天聊的是 皮尤內部最新的民調 這個不信任普丁的數字 高達90% 不信任習近平的數字 也高達77% 然後昨天我們整理給觀眾朋友看 報四可現在在美國力推的是 一中一台的政策 同時在加拿大 保守黨的黨魁的參選人的 其中一個政見是直接放棄一中 然後承認台灣 好 至少我們剛看到的是 加拿大保守黨黨魁的參選人 那他事實上主要的政見之一 就是直接放棄一中政策 承認台灣主權 是沒有錯這位保守黨的 這個黨魁參選人愛奇森 他其實保守黨 加拿大保守黨他是9月10號選舉 那其實是這個政黨的選舉 可是你看過去這幾年 你算從韓國 日本 去年的德國 法國 每一場選舉反中抗中 或者是所謂的抗中挺台的議題 常常成為這個國家選舉的主軸 下面講到連到加拿大 連這個一個政黨 保守黨他是第二大黨 他的黨魁的選舉 這位愛奇森都提出來說 如果他當選黨主席 他接下來要在加拿大政府 去推動所謂的放棄一中 承認台灣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你要知道 雖然保守黨是第二大黨 可是現在的自由黨的總理 魯道夫他是去年重新在當選 可是少數政府 隨時都有可能改選 一改選是一來一往之間 現在誰抗中的力道越大 越有可能重新當選 所以搞不好他當選了 保守黨的黨主席 然後政府重新改選 他就變成加拿大總理了 他這樣的政策 政界要落實 這真的就是放棄一中 承認台灣主權 所以你看到說 所謂的抗中挺臺 其實外裔成為 世界上各個民主國家 在選舉的時候 必然會去控訴到的議題 而且一個比一個強硬 一個比一個強烈 那你會看到 在加拿大這樣的議題的發酵之下 其實全世界支持台灣 離國計畫的聲音 有多麼的強大 問題是倒過來看中國 他怎麼樣去面對這東西 他沒有別的選擇 他只能選擇繼續用武力恫嚇 所以我們看到 從6月19號到6月23號 到昨天為止 6天共機一共來擾台的72架次 即6月21號來到最高的29架次之後 昨天一口氣又來了22架次 這也是很驚人的一個數字 是今年第四高 那這數字加起來在告你 在幹什麼 一方面當然代表著北京 對於這一段時間 台灣問題國計畫的一個不滿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個問題是 他們也在嘗試著 在說出所謂台灣海峽飛國際水域 這樣的話之後 他也要告訴你 我飛機這樣飛啊飛的是 這個台灣海峽 他也不是國際空域 用既定的事實想要打造 這個這樣的狀況 那你看6天71架軍機擾台的過程 這是南邊的部分 除了南邊的部分的狀況之外 北邊這兩天也發現什麼現象 也發現說 中國的海軍的編隊艦艇 也從這個東海進入宮古海峽 往宇納國這個方向 然後往台灣 就是往西太平洋這個方向前進 所以形成一個過去比較罕見的狀況 我們把它叫做北艦南機 南機北艦 南邊有飛機圍繞著台灣海峽 在做侵擾 北邊有船艦 也是中國船艦 穿過宮古 穿過台灣日本中間 往西太平洋這邊 形成南機北艦的一個包圍的態勢 這種新的軍事恫嚇的騷擾的新模式 其實是非常非常值得我們的注意 因為你看 從南邊這樣的包圍跟從北邊這樣的一個圍堵 其實可能會形成一個海空一體 南機北艦區域拒止的這樣的效果 這個當然一方面建制台灣 我個人認為 二方面也是在月底要進行的OPEC 就是環太平洋軍演之前 做給美國看 做給這些挺台灣的盟友看 說我有能力來做區域拒止的動作 所以這種劍拔弩張的氣氛 還在持續的下去 可是即便是這樣劍拔弩張的氣氛 我們看到說美國也沒有退讓 美國眾議院昨天通過了2023年的 國防授權法案 其中當然非常多內容 但我們關心的是對台灣的內容 2023年的國防授權法案當中 講到三個重點 第一個 要求美國政府儘速的 去讓台灣的不對稱戰力可以形成 第二個 它要求協助台灣更多的軍事訓練 第三個是美台之間要有實際的軍事演練 請注意這是2023的國防授權法案 中議院通過了 參議院通過了 如果正式成真 其實我們最快 搞不好明年就可以看到更多 更公開的 美台之間的軍事演習 跟實際的軍事訓練 這樣的東西其實會形成 對中國另外一波的軍事上的壓力 最後我們就來看說 事實上不是只有這些東西而已 我們看到從2019年開始的 所謂的台灣旅行法 台北法案 到上個禮拜的台灣政策法案 到現在的國防授權法案 你會看看洋洋沙沙 從外交政治軍事 到整個台灣地位 美台關係改變的眾多法案 不斷不斷的在往前推動 其實都在實質的強化跟鞏固 美台之間的關係 就連美台商會的會長韓如柏 在這幾天也出來寫文章說 他其實美台商會 他其實應該要關心商務的問題 他說可是如果你拜登政府 決定要對台灣推動不對稱戰力 要更新整個對台戰略 那就應該要很清楚的 來放棄過去的戰略模糊 很清楚的用戰略清晰的方式 告訴你 我們要將用不對稱的戰力 來保護台灣 而且隨時在中共有武力的時候 要去用武力對抗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連民間的一般的這種商業人士 對於美台關係的捍衛 也是表殺了他強烈的關心跟注意 好那明杰剛剛講到 全球的反中浪潮還在延燒的同時 解放軍這一次擾台一方面 南邊是戰機北邊是軍艦 那形成了一個環島包圍台灣的一個軍事施壓網 另外一方面事實上接連這一個禮拜以來 也繼續的騷擾日本 而且日本方面對於解放軍的飛機 直接掛載著長城的巡翼飛彈 直接穿越宮古海峽 是有強烈的反彈 確實這一個解放軍 這個轟溜穿越宮古海峽 這個動作其實也是對台恫嚇的一環 那剛剛談到說近期解放軍出動這些所謂機艦 以南北合級海空夾擊的方式 企圖要來恫嚇台灣 確實意圖非常明顯 我們從這一個幾張圖給大家比較清楚的看一下 再麻煩一下攝影 我們看到這一個是整個台海的 昨天國防部公佈了ADIZ的防空識別區 那因為台灣跟日本分開公佈 所以大家可能會沒有辦法看清全局 我先把它併起來 這是昨天國防部公佈的圖 當然22架軍機一架運8 繞行台灣的東南 那比較罕見的是說 它先轟漆飛爆的這種 所謂的可以掛載印機91的 對地對海的打擊機 超音速飛行能力 這一次出動了5架 過去現身過 但是這一次這樣的一個架次是比較異常 那同時昨天其實日本防衛省公佈 這個轟6三架穿越宮古海峽 那因為我們談到說 台市為什麼必須要合作 你看其實是同樣的地區 但分開會看不清楚 我這裡用一個粉紅色的線 把它標示這個轟6三架 你這個圖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確實是在進行南北海空的一個夾擊 而且南部22架是解放軍騷擾我們 比較靠近的是繞過了巴士海峽 然後北邊穿越宮古海峽 一方面也壓迫台灣 另外一方面也對日本非常叫囂的示威 對同時等於是用於阻隔 每日的空中便利對台海的遲源 所以這個是6月23號 6月21號有同樣的一個動作 6月21號我們再看一下 這一樣是我們國防部公佈的圖 你看這一次的動作當然是更大29架 還有包含像6架的轟6 是直接出到這個位置 是大概歷來以來最遠的位置 那當然媒體解讀說他是在威責 可能先前勇敢之盾的這三艘航母 那當然這個動作是空中29架 那其實我還有兩個箭頭 其實也是一樣 日本的防衛省他公佈的圖 其實是比較分開的 我們看到這下面這個地方 可能有紅線的地方比較小 那其實有兩張圖拼在一起 同樣在6月21號基本上來講 雲娜國島跟台灣中間就有 這一個兩艘軍艦穿越 同時宮古海峽又有4艘合計6艘 也就是這6艘軍艦 目前來講應該都還在台灣的東面 所以企圖用這樣南北合圍的方式 那當然要加大對台的施壓 但是我覺得時間點上 有一個必須要觀察的是 這幾天剛好是6月底 這個月美國的軍艦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公佈穿越 這樣的動作是不是在警告 包含呼應他先前說 台海是這個他擁有台海的主權 不是國際水域 那接下來這個星期 我們要觀察的是 美國軍艦這個月 如何採取動作 包含像是不是照樣穿越台海之後公佈 第二個可能性 我認為有可能如果是對 避免跟中國的爭鋒相對 有可能軍艦照穿但是不公佈 因為去年12月曾經也有類似的案例 那當然第三個 如果美國的軍艦 這一個月沒有穿越台海 那未來華府對台的政策 確實就必須要持續觀察 當然背後最重要的 還有跟近期 這個拜祈即將會談 累計籌碼有關 還有更重要 當然一切的一切我認為整個核心 就是在習近平他的一個權力 是不是在二十大能夠連任 但是我們覺得質疑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習近平的權力很穩固的情況 為什麼有必要在最近期做這麼多對台對美的動作 因為他可以把這些動作放在二十大之後 他已經非常這個權力穩固的情況之下再去做 所以反觀回來是不是他內部確實面臨非常多的一個挑戰 最後還有一個地方我必須也要補充的地方 就是剛剛談到美台商會韓伯爐投書 一份有關美國對台軍售會不會轉變 政策會不會有所轉變這個部分 我們確實也要密切觀察 因為的確拜登政府到目前來講 比較大型的載台 那都等於說避免出售給台灣 而走向所謂不對稱作戰 韓伯爐特別談到說 這個部分可能會讓解放軍 平時就像我們剛剛談的 機箭來騷擾台灣 這樣的灰色行動 會越來越多 會對台灣防衛形成一個破口 因為不對稱作戰的武器 通常要在D-Day就攻擊發起日 才會發揮他的效益 平時如何來因應這樣的一個灰色行動 其實非常的重要 如果美國對於這些大型載台 不出售給台灣的情況之下 必須要把對台戰略 從模糊轉向清晰 也就是必須要跟台灣明確來談 如果今天沒有這些海空的一個大型載台 不管軍艦或軍機的情況之下 何時要來介入由他的海空兵力 來協助台灣自我防衛 這個部分就會顯得非常重要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台灣本土的疫情 現在逐漸降溫當中 陳時中今天露臉了 那敏鳳 一方面陳時中露臉 外界有政治的解讀跟聯想 另外一方面 陳建仁還意外爆料 對 陳時中露臉了 可是你可以發現 為什麼最近放出來的消息都說 哎呀 不一定是要陳時中啊 陳時中不一定是這個怎樣怎樣啊 那已經露臉了 然後呢 當然也有人說 是六月底要搭上車了 可是呢 可是不斷的說 林佳龍不是沒有機會啊等等 就是一種 呈現一種很奇怪的氛圍啊 那我的判 這是什麼氛圍 我判斷應該還是陳時中 可是他還是需要給林佳龍一個交代 誰需要給他交代 中央啊 就是說我至少就是說 我提名陳時中 我們是最後不是 不是就是底定的 不是原定的 我們還是有一些參考值之後 才決定陳時中的 所以林佳龍你不要生氣啊 所以你也不要反彈啊 然後你也不要 所以我猜這個東西 如果說你這個整個 六月底要底定的時候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已經 這個早就拍板了 你現在再去找鄭力軍出來 我覺得這有點無厘頭 但是陳時中下滑的民調要如何救 就變成提名陳時中之後 一個很嚴重 而且一個很嚴肅的一個問題啊 那所以說我們就看他如果下 如果這個最近有被提名的話 我們就看他轉身的動作 到底做的是怎麼樣 不過他一轉身 整個我覺得台灣的政壇呢 就大概就轉向整個所有的選戰了 因為最後面的一咖已經決定了嘛 那所以說這個 沒有啊 這個民黨的新北市也還沒有決定啊 新北是這樣 新北現在 現在英系放軟的態度 也是新北一直 他希望現在趁這個 侯友宜落的時候 希望林佳龍可以去 你可以看到很多英系的都說 只要林佳龍肯 他們都不會放棄最後一顆機會 然後讓林佳龍去怎樣 都會馬上支持 可是你知道林佳龍的部分呢 是他早就 他早就去過了 結果結果是被趕出來了 什麼意思 就是他去過以後就碰到一個 一個在當地有主導 我不能說地頭蛇了 因為這個人的身份那麼高貴 不能用地頭蛇來形容 但是那個人在自己的這個勢力呢 他就不想是一個 由錫坤可以延續的政國會去 去這個去繼續 去把他搶回來的地盤 我可不可以幫觀眾朋友翻譯 就是蘇貞昌不希望林佳龍去選新北 其實就是林佳龍擋的啦 也就是蘇貞昌擋的啦 那我這樣翻譯正確嗎 翻譯正確 OK 100分 然後所以就是說那你現在蘇貞昌 你包括蘇貞昌後來在征詢這個 所有新北市的人選 林徐國勇都問了 然後呢 後來也問了蘇貞昌 那徐國勇本身這個身體不是很好 最近確診 躺了又住進那個負壓病房 他因為他本身有非常嚴重的氣 住負壓是比較嚴重的 那可能比陳時中還要嚴重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去參 他沒有意願啦 然後所以就問到蘇貞昌 那前半 全戰學天大概也拍版蘇貞昌 蘇貞昌也非常興奮跑了好幾天啦 那現在陰系不斷的 根據陰系這幾天不斷的放話 他們還是想回來找林佳龍 因為他覺得也許可以有破口 可以突破所謂的侯友宜的這一塊 但是你問題是這個根源是除了林佳龍之外 還有蘇貞昌啊 那林佳龍在台北也跑那麼久 那你突然又把他移回新北 然後還要過蘇貞昌這一關 所以我覺得除非你蔡英文大力的在斡旋 或是支持 否則這個東西就是很難改變啦 然後最近另外在民進黨方面又發生了一個 陳建仁突然接受訪問就說 我是一個適合的 我是科學家 這個台灣欠一個科學家 不欠一個政壇的陳建仁 所以呢然後又開始爆一個料說 他剛加入民進黨的時候呢 賴清德就派人就去問他 而且問得很白 那我相信 我相信聖光是不會講很多的謊話 可是他會不會理解錯誤 這個是有點 而且他說他的參加不是英系 不是蔡英文主導的 是這個有人幫他提了資料之後 他才去告訴蔡英文的 好我等一下 陳建仁接受了這個媒體人黃光琴的訪談的時候 他講了一個事情 他說首先他投入民進黨 他蔡英文事先並不知道 好這是他的說法 然後再來他說他加入民進黨之後 確實很多人很意外 然後這一個意外當中 連賴清德都曾經詢問過他 對那所以說 那這個時間點為什麼會洩漏這一個資訊 所以我覺得陳建仁是混了一圈之後 覺得自己不行了 所以趕快坦白啦 沒有 我有意思 不是 我是覺得是說 你看他加入怎麼可能蔡英文不知道 他的這個介紹人不是就一個蔡英文 還有一個是黃成果還是誰吧 我忘記了 就英系的人 那怎麼可能你這個時候回頭 說你不是蔡英文 蔡英文不知情 這個大家覺得很奇怪嘛 因為他是聖光 所以我們就不要跟他吵這個 但是問題是他 而且正常的邏輯 就算是英系去拉他說服他 英系也會跟大老闆跟老闆娘報備一下 所以你要說蔡英文完全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不大組合正常的推理 所以他沒有辦法相信嘛 然後我覺得他是怎麼樣 因為他最近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在高雄縣 他的爸爸的部分開始被爆料了 很多藍眼人開始爆料說他爸爸什麼是 本來就是國民黨的人 然後還是國民黨委派的幹部什麼的 可是陳建仁就聲稱他什麼二八的受難者 或者跟他的家族的背景完全不同 你可以看到有一群藍群的包括教授級的 通通在罵他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他個人也覺得他自己如果出來選舉的時候 這件事情對他來講他是沒有辦法承受的 因為他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 如果他身上背了很多這種選戰上面的蒼疤 他可能覺得他沒有辦法接受 那再加上他加入政黨之後呢 就是說殷系人一直要推他去取代賴清德嘛 可是那後來我覺得他也是轉了一圈之後 發現這個派系運作實在是太複雜了 我覺得所以殷系人對他就是有點失望 所以才會重新再去找鄭文燦看會不會回來 藉著桃園再回來嘛 所以你這個東西也顯示說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他跟殷系要漸漸的這個 不要說分手啦就是漸漸的保持距離 他跟殷系不會這個 但是他不會再接受黨殷系派給他的政治任務啦 OK好 就是說解人說你叫他選總統或是卡賴清德 他可能比較沒有那個意願 沒有他的政治任務很複雜 首先第一個政治任務現在外傳是 如果民進黨年底選情不妙 結果不妙的話他去卡黨主席 這是第一個政治任務 這還沒有到總統大選喔 卡完黨主席要不要再卡總統是第二關喔 但是卡黨主席的過程本身都很複雜 因為民進黨派系伶俐喔 事實上那個黨主席要維持各派系的利益 也是一個很複雜的政治斡旋喔 可是我覺得黨主席對他相對簡單 因為他後面有蔡英文 那黨主席不用對外選舉 所以他在乎那些事情可能不會被掀出來 那英系派他的確是一個不錯的牌啦 那你心系 心系當然我算是心系 可是心系現在面臨就是說 因為英系在這個執政的這個八年中間 用了不少心系的人當這個心腹 然後包括這文蔡英文 大家也就覺得說你是英系的還是心系的 可是他明明就是心系的總召集人啊 可是大家就覺得說你好像是蔡英文的人 然後包括林錫耀有這種問題 所以這個有人黨內就已經有風聲說 其實心系這一年來一兩年來 就已經停止開會很久了 就是好像沒有在運作 所以你看這個何欣淳好像出來 就跟蔡其昌在搶台中市長 這個在過去根本不可能出現 心系的這種黨內這個情況 黨內之爭這樣 對所以派系之爭 根本不可能出來的情況 所以那你到底要挺賴清德還是挺鄭文探 到底心系會不會一致決策 現在大家也有一些疑慮啊 因為有人也有承認真的沒有開會很久了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黨內的派系就是有點略略的變化 你可以說是 蔡英文其實有點裂解了心系啦 那你問一次就說 最後一個事情就是 賴清德會不會這麼白目去問 陳建仁說你到底要幹嘛啊 那我覺得依照賴清德的個性 他是不大可能去問這種事情的啦 他怎麼去問 他明明就知道他是 蔡英文派來的人 然後去問他說 你到底是不是要選總統還是怎樣 我覺得也許有周邊的人去打探一下或怎樣 但是你叫賴清德 他所以今天也特別澄清了 今天用知情人士去澄清 當然就是避免衝突嘛 那知情人士一定就是賴的人嘛 就是說我只是送他咖啡 我有問他要選到總統嗎 那其實我覺得 依照賴清德跟蔡英文這種 這兩三年來 還是保持兢敬業業 相敬如兵的狀態 他怎麼可能會去問這個 所謂這個陳建仁說 你真的是要來跟我搶位子 或是怎麼樣嗎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也許這個聖光滿照的說 問得很白 到底多白 應該講出來啊 到底是問到說 你要選總統嗎 你要跟我搶嗎 所以這種白 還是說問到說 什麼叫做白 這個意思是 定義是怎麼樣 可是依照整個 譬如說每一條電子報 每次都有排名那個總統的選舉 從蘇恩昌一度進榜 後來又被踢掉了 這換聖光嘛 可是聖光現在已經 就是已經也是掉車尾了 那這次商最大的就是 侯友宜啊 侯友宜跟那個賴清德的 那個差距又拉很大 民調差距拉大 對啊 侯友宜全國性的民調 受到恩恩案而重創 對 就重創 結果你適不適合做總統 而且信任度又 信任度本來是70幾 高出這個所謂賴清德快10% 現在已經拉了快43%而已啊 信任度現在變多少 百分之60幾 他們的點數啦 64點嘛 然後才 呃 賴清德是61點嘛 那他整個 整個侯友宜是下滑7點5點 那 那個賴清德好像是正負1點還是怎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次對侯友宜是重創 嗯 所以說這個對於 對於這個聖光來講 他到底選總統他也知道 經過這幾次的民調 我相信他知道自己的實力不夠 然後在過程中他可能會被打 打成很多孔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就是由此 在這個時間點做一個宣布 但是這個宣布呢 他會轉進一些比較沒有爭議性的政治任務 這是有待觀察的 好我們稍後回來 好我請教韋山喔 這一次喔 這個恩恩案喔 真的重挫到侯友宜的民調 以及會直接衝擊影響到新北市的選戰嗎 是喔 這次應該是說侯友宜在他上任以來 遇到了最大的政治危機 但是這個危機是他自己造成的 因為他後來被大家發現 原來他騙很大 也嚴很大 那過去侯友宜在危機處理的時候 大概就有三步驟 第一就是會發個聲明稿 第二是壓新聞 然後第三是在網路上帶個風向 這樣大概一兩天之後 新聞就結束就淡化 危機就解除了 但他沒有想到的是恩恩的爸爸 竟然在這個之後跳出來說 他想要追查真相喔 那恩恩的爸爸又非常的理性冷靜 然後在新聞上也表現得很好 所以他完全在他過去已經製造下來的謊言 他下不了台 他只好一直說謊下去 大家要知道就是他過去民調真的很高 但在這次恩恩案上面 他的網路好感度 他下錯了77%耶 他的這個負面聲量是急劇的拉高 那大家要知道你仍形成一個印象 或形成一個習慣大概要21天 可是恩恩的爸爸跳出來說他要追真相到現在 已經27天了已經快一個月了 可是市長還是沒有辦法止血 他沒有辦法解釋清楚 老實說我們大家都覺得很疑惑 就是照理來說他就出來把事情講清楚 其實他就道個歉就結束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侯市長好像還在 他的這個高民調裡面 他不肯走下這個這個神壇喔 他不肯就是低下頭來讓大家知道說 確實他這個全台獨有的SOP是錯的 他不肯承認他政策殺人 或是說在這個過程中他確實遇到了很多 他沒有想到的這個這個所謂政策上的這個疏漏 那他只好用很多的謊言去彌補嗎 不管是說本來說要給資料後來不給啊 或者是讓這個消防局來演戲啊 甚至是很過分的是 他連指揮中心都敢騙耶 今天林楚音委員有召開一個記者會 我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大家還記得嗎 指揮中心在最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有跳出來幫侯儀講話喔 他說他說喔這個他看這個送醫過程 應該是沒有什麼延誤的 可是為什麼陳時中會這樣說呢 那是因為侯市長這邊給了他一個錯誤的資料 我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指揮中心當天拿到的資料是這樣 他是說侯市府在這個6點9分的時候 就是進行了立案 然後在6點30分的時候恩恩已經送醫 在6點37分的時候就已經進到了加護病房 可是實際上我們聽到這個錄音檔曝光之後的真相是怎麼樣 其實是6點的時候才立案恩恩的媽媽打進來進線第一通電話 可是消防局遲遲找不到衛生局 直到6點27分的時候才找到了衛生局 而恩恩的這個消防救護車來到現場 來到他們家的時候已經是晚上的7點21分了 所以你就知道真的是騙很大 這個落差是一個小時耶 所以這個時候指揮中心才被騙 那我要說一個政治人物的誠信真的非常的重要 以美國的政治人物來說好了 尼克森因為水門案下台不是因為發生水門案 而是他不斷的欺騙不斷的欺騙美國的民眾 那柯林頓也是一樣 他的緋聞案並不是因為他有緋聞 而是因為他為了掩飾他的緋聞說了太多的謊言 而民眾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侯市長難道他還要再騙下去嗎 我相信他如果再不趕快止血再不趕快把事情說清楚 他的民調會一路的雪崩式下滑 因為到今天為止我們看到各個局處 包括衛生局啊這個這個這個消防局都一直在騙人 到現在還沒有講出真正的事實 他要止血他只能還原真相 即便網軍看起來很猖狂 可是公道自在忍心 人民都會記得這一天 這個恩恩這個小朋友如果不是他的犧牲 後面在整個疫情升溫的過程 恐怕會有更多的市民 因為這個錯誤全台獨有的SOP受害 會因為沒有24小時的衛生局 或衛生所接電話而找不到醫院 恐怕會有更多的傷亡 所以我們今天大家會這麼憤怒 想要幫恩恩追真相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台股今天略為反彈 不過這個波段 從一萬八殺到這裡 確實也來到一個很大的整數關卡的壓力 對因為美股殺了二十幾%了嘛 四大指數略有不同 但因為包爾作證說 並非不可衰退啦 所以讓美股稍微出現一些些反彈 但這個反彈力道我覺得還是不大不夠 當然對應到今天台股 殺了三千多點以後也破了159的一個低點 當然略為反彈 但是還是有一些賣壓 因為今天從昨天的收盤拉上來248點 但是最後只有漲126點 所以這中間還是有一些殺盤的力道 那很明顯的如果台股要漲 台積電跟聯電的很重要 但是台積電小漲0.2 聯電小跌了0.95 所以還是有一些狀況 不過我們看到跌升股開始反彈 像高速傳輸的翔碩 還有最近突然又熱起來 頭盔元宇宙 宏達電跟威盛 那這兩個如果能夠繼續漲的話 台股反彈可能比較有機會 但是整體來講 電子的部分手機的庫存持續的攀升 也影響到聯發科 瑞育 甚至像國劇的一個股價走勢 所以電子開始找特定族群操作 所以在操作上大家還是要留意 你不同的一個產業 那現階段來講對台股來講 還是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現在最近我看房貸 房貸利率持續的增加已經連6升到1.6 會不會再升會 因為新公布的後面 六月才會再攀高 那房貸的金額也確實停滯了 這個有一些影響 接下來又要面臨的另外一個問題 是什麼 電價的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經營部長王美花 他確實他去參加這個 南亞科的節目典禮 他有講沒辦法 現在什麼東西都漲 你能源價格漲兩到三倍了 當然從低點開始算了 那勢必有很大的一個壓力 中油台電等等 那所以我想這是無法避免 所以現在電價要上漲 加上供電吃緊這個部分 也讓台積電開始轉往這個天然氣發電 過去很多廠商要找他們做天然氣發電 他們是不願意的 因為成本很高跟才有比 加上建置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表示現階段這個問題 確實蠻嚴重的 當然對台股來講 半導體能不能止跌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陸行之講了幾個重點 包括庫存才能利用率 通膨 二屋戰爭 資本支出跟外資報告 目前看到庫存減緩的狀況 開始有一些轉好 但目前只有一個 我覺得最後一定是什麼 外資看到很壞了 一堆爛報告丟出來 告訴你台股有多差 然後台股不跌 那時候我覺得才能真正有效的止跌 按照過去的經驗 所以台股到部隊的半導體 如果沒有表現的話 大盤很難有很大的空間 對 而且那個時候 一定是外資喊空喊得很空 但現階段來講 當然大家還是關注台積電 因為高通新的晶片 蕭龍八肩Plus 是用台積電的新的製程 效能確實比較好 28奈米成熟製程的需求量 也比較大 所以現在連台達電 大家知道做電源供應器 綠能為主 他現在也要次之切入第三代半導體 我覺得還是看中了這個車用 第三代半導體的一個需求 所以最近呢 鴻海當然很旺 因為包括印度總理莫迪 也說邀請這個鴻海 到他們印度去設廠 所以如果從泰國這樣一路過去 是很有機會 所以現在鴻海投資了非常多電動車廠 預計整個鴻海的集團 全球市占率要拉到5% 一年要能夠產出50到75萬輛 或許這個是鴻海下一個春天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